市政府交通旅游处为了配合东岸年外通车会同货柜车同业工会 道安汇报顾问以及警察局交通队等单位人员在去年12月12号一起到明治平交道开车测试的画面 明治平交道左转中山一路的直角区必须两边都内缩三公尺截角 并且决定三年后不管中山一二路是否拓宽好都要实施从西岸23号码头区出来的货柜车 未来不准再走港西街道市区只能经由明治平交道左转接中山一路 而从北二高下来走中山一路的货柜车也可以左转接明治平交道进入西23号码头区 不过这项计划遭到地方议员和里长反对要求等到中山一路拓宽完之后再研究讨论 市政府市港道安汇报也通过这项决议 可能会比行驶市区的部分的道路环境会更加的不好 所以所有的议员及李明及办公室都持反对的意见 那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把会议期路往上签了 那可能在下一次道安的时候我们就会公告再来提案说 可能会采用说我们还是维持原来西山西四码头的路线来行驶 那可能等中山一二路拓宽完成之后再来办理替代道路的部分 一段时间可能要一个替代方案 替代如果没有的话都没路就走开了 这小小小的纯一定会来 所以我们还是要一个替代方案 跟我们这个港务分公司 跟我们这个船务公司跟地方等 一定要好好做一个替代方案 一定要有路然后套没路的比赛 再麻烦一下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